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来关注一把女星的爱哭鬼 老观众应该知道,这个爱哭鬼是爱哭鬼改版之前的一个长时间绑一的爱哭鬼 照阵容的话,先知昆虫,一生幸运儿呢 催是真的催,我都不知道你们谁带博命 我觉得幸运儿应该带了一个吧 幸运儿这天赋,这局好看了 这局是一个腰板子 是个花板子,上来找到先知 有一顺应能上来找到先知,我觉得这局穷者已经没了 这个爱哭鬼,基本功扎实呀 这么多年的爱哭鬼了,对吧 我觉得稳稳当当地击倒先知 然后两波防守里面打中一波,漂亮 两波防守打中一波他就赢了 两波防守打中一波他就赢了 我觉得这个局穷者要怎么打呢 穷者只能想办法去卖掉这个先知来保皮 卖掉这个先知来保皮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但凡来救人,我觉得漂亮 还有这个鬼,这个鬼火辣的 压在这个点,机子还很尴尬 这个机子两台都被干扰,人黄一台被干扰 前面那个杏云的机子也被干扰 杏云摸了凭香水,那香水救人倒还可以啊 但他被通缉到的 这三个角色我都不知道怎么救 要昆虫学者扛虫子来,用虫子来扛火救人 这边的话是直接捞了一波,趁着打板的时间捞了一波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就这波你捞了就捞了吧 下一波,下一波我防守达到野心 主要这个救人因为救的比较快嘛 屁股椅子还没做热 对于那个爱哭鬼来讲的话 节奏上面是完全接得住的 刀带 稳稳的挂上以后手里有闪现 他可以顶出去防守,他可以顶出去防守 顶出去防守,这边带的是个底牌 我们看一下,带的是个底牌 还是要挂到中场,继续干扰密码机 两台机子,这边新鱼儿的机子69 这两台机子,这把通缉到的是昆蟲 往前顶,他往前顶,其实是蛮好的 新鱼儿刚才被通缉到的,应该知道就在这边附近 这新鱼儿是口香水,把虫子打了,对 虫子先给你削了,省得待会儿救下来以后拉火被你虫子给倒 有一瓶香水 一火,那没了 哎呦,这个火,哎 还有一把枪 因为现在观战的话,只能看到他的一个道具 这个是比较烦的,不然还有一把枪 但他这个火确是拉得很漂亮 如果不是这把枪的话,这个人是不是救不下来了 刚才那一刀,他是没有交这个闪现 交这个闪现,偏一点呢,这个新鱼儿也救不下人来了 救不下人来呢,就是一个 倒地一个,然后挂飞这个先知以后 再去挂那个新鱼儿的一个节奏 现在的话,这波救下来,薄命一套呢 我觉得穷者 有那么点机会打一个三人开门战的,但机子其实因为中场两台机子都被干了吧,所以机子应该还是不够 这边直接牵传送,传送落地,来找 医生在,昆虫抓不了,这昆虫抓不了 一堵火拉没拉住 追上来 一刀没打住 医生这把的话得扛起牵制的大旗啊 绕,还在绕,还在绕 这边的话两秒钟以后有火 秒火 绕过来,追一刀,砸个板子 医生这边,不往小房走吗,不往小房走,这边感觉牵制不到,往小房走,刚刚那个视角不对 这边,进板,回身,抽刀 两边很默契的,你进一个板,我进一个板,医生这边的话怎么,卡了一下吗 这里好像没看错的话,是个地压师啊 挂哪里 挂遗产级 挂地压师我觉得也可以啊,二级爱哭鬼的地压师很厉害的 二级爱哭鬼的地压师很厉害的 两个人,就这边已知穷者 昆虫和幸运人博命全交了 对吧,我把这个人挂进地压室 你们来救一波人 两个人都走不了,我觉得两个人都走不了 现在的话,没有博命,捞下来 不得不说,就是这板的虐心在防守端的一个 这边医生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的地方,我就原地摸血 绕过来,找,好一伙,漂亮 有一说一,这原地摸血还挺不错的 那拉开的话,这边刚才反而会被找到 二挂有传送 幸运人是没有大心脏的 这边板子顶上直接一刀打 幸运人这边继续完以后再救一波人 直接传送,拐命马机 要不要你这个幸运 火的话这边是有的 拉火,拉火,封位置,追上来漂亮 小年轻的这个操纵是真的快 他要不要再回身过去 这医生能教自己的,这边来不来得及 如果说医生能够被牵起来的话 他可能还能再往那边挂 这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虐心的一个打法 是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打法 他如果是球文打的话 比如说刚才第一波就开始防守 因为我讲这道阵容在救人端 容易出现很多问题的 就很有可能出现救不下来的情况的 所以这个局当时他如果说几波都能选择 防守的话可能 我觉得会更稳一点 香水一放 这把幸运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这把幸运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就会从这边来摸机子 具体上面来讲有点远 这边得帮帮扛刀 打针对一下 那这边捞下来 一个插刀捞下来 帮帮扛刀 86的机子 追出来 一刀 抢击摸头 这肯定是你抢一摸头了 抢一摸头 抢一摸头的话 这边 哎 让牵起来了 完了 牵起来 马几点六 32秒的传送 这边先抓幸运 还是 因为两个人的位置是确定的 一个修机的 对吧 在小房这边 另外一个幸运 刚才从我眼前走过的 两个人位置是锁定的 尽力了 我只能说这把 全者确实尽力了 但是没办法 这套阵容打 爱哭鬼真的打不动 这套阵容能打爱哭鬼 能打成这样的 密码机点开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七秒钟以后有传送 昆虫这边的话 钢贴上门 他如果挂上以后 这个传送 这个局是有 我要打一个死抓的 因为昆虫现在是个白板 镜头调准 那我估计他要传了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打得那么拼 他这种打法真的拼啊 就是那种 全程对吧 在不断的 不愿意停歇的人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停不下来 就像那种工作狂一样 他也是那种感觉 就是不断的在打 不断的就是 不能停在那边手椅的 我要那边什么踩板子啊 什么的都可以 但是我不能停下来 停下来我就浑身不舒服 改大个不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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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